嗨嗨 我是Amber 星球季 星希望 象迷奇星 榮耀冠軍 歡迎和小劉一起在象尾大追顧喔 中心 象迷 中心 象迷 我是小劉 歡迎收聽本集節目 先講一下這兩天延燒的話題 本隊項目力選手被質疑在球賽中使用非法物質增加投球的轉速 棒球規則確實有這項規定 任何球員不得故意污損球或使用泥土、松香、磁辣、甘草、沙子、金剛沙子或其他的物質摩擦球 而且是有罰則的喔 裁判員可以令違反規定的球員歸還該球 並向其驅逐離場 此外違規則要自動競賽10場比賽 當天現場比賽有檢查球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沒有檢查到球員的裝備如帽子等 夜總似乎很有意見喔 我覺得身為總教練夜總您當然有你的合理懷疑 我們球員沒有意見 但是因為你的一句話後面讓記者大作文章 隱色的描述不斷 什麼有球員表示不是第一次啊 還有什麼前旅美球員說很常見啊 只要能幫助投球的東西他們都會去做 那所謂銘槍一朵暗箭難防 這種隱色的殺傷力就真的很強啦 某些不理性的球迷呢 還上綱到因為蔡會長當會長前支持中信兄弟 所以兄弟不會有事的啦 聯盟解散好了之類的話 這個真的就多了啦 身為橡迷還要被檢討 我們也是圈圈叉叉 就像上禮拜古林的另外一件新聞 統一詩迷親到了不會很生氣也是覺得很生氣吧 至少我們球團也在錄音的今晚呢 有對這些隱色的報導做出嚴正的駁斥 不過我想在有新聞之前呢 絕對又是要再炒一波了 而且老實說 球團對於媒體公關也是需要微妙的關係 好啦 橡迷倒向的節目 護航一下自己支持的球隊跟球員沒問題吧 我們就放寬心 成為劍拔也不是第一次了 自己的球員自己挺 就換成大聲加油的動力進場秩序下去囉 那上禮拜呢雖然戰績不太理想 但還是趕快來回顧一下戰況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 Let's go 重新兄弟 喔喔喔喔喔 Let's go 重新兄弟 看見的荒草 感動的聲浪 我們是重新兄弟 黃海紛飛那滿天燦爛的弧線 飄著我的信仰 十年一個動物們結束了白對 用我頑固倔強 分成圓圈我因你未熬的團結 你我兄弟日常 尖品就見 新的榮耀傳奇 故事我們來寫 頭頂的教養 海水灌溉成力量 連拔的夢想 我們將呼一呼一 兄弟越齊心 信念越堅強 喔喔喔喔喔 Let's go 重新兄弟 喔喔喔喔 Let's go 重新兄弟 團結的廣場 感動的聲浪 我們是重新兄弟 Let's be back 首先是5月12號星期一 地點是在陳金湖對戰衛拳 7比8 重新兄弟吞敗 這場的單場MVP是吉利吉老 拱冠 勝投的部分是趙錦龍 敗頭是鄭凱文 進場能數2368人 那陳文杰打完這場 是有連續12場比賽安打 那威臣也連續10場安打 好上禮拜錄音樂那天 開打了這場比賽 結果是不盡如意 那勝負的關鍵呢 我覺得幾個重點 中心打者發揮的差別 那我們345棒 只有陳文杰兩隻一連安打 那吉鴻兩分打點 但都是用初局數換來的 那五棒的志豪呢 也有兩個半局是斷在他那邊 那相對的衛拳中心打者呢 打了六隻安打裡面 兩隻長打 包含拱冠近年首轟冠了五分打點 好那再來兩隊先發投手也表現不佳 那我們前四局呢 沒有將料鏈壘哥打爆 衛拳果斷換頭後呢 土頭就封鎖了我們四局 鄭凱文多勝了一局 結果就很差 第五局被攻陷 隆德利的40場打 打退了凱文 那廖宇宗止住對手攻勢後呢 表現良好 接著就不要護航了 一定要提一個點 上禮拜才有蔡奇哲傷後歸隊的消息 正常馬上拉上一軍出賽 這個呢就是近期一個滿急躁的選擇 那事實證明 奇哲並沒有完全準備好 投不完一局就下場 隔天就馬上下二軍了 欸這個老實說真的不能怪選手欸 拉他上來的教練團不用負責任嗎 這幾個禮拜東進投手的問題很大是沒錯啦 二軍也不是沒有其他人選 馬上讓他上來是要解決問題還是製造問題啊 就算沒拉二軍 再一軍的陳伯豪不能用嗎 總之呢這場真的是有點當機 讓球迷看到滿氣的 真的希望教練團呢 還是能再多思考一下 總共呢每次都用賭的吧 好啦最後再回到攻擊 九局呢倒是看了一波不放棄的攻勢 又爽了一下 那衛拳呢也在那邊滑龍舟了一陣 可惜呢 舟沒吃到飽 最後還是吃了鍋貼 好休息一天呢 禮拜三在台南對戰統一 那這場比賽呢 2比3中心中心落敗 三場MVP呢是有打出在家的林靜凱獲的 勝頭呢是楊夢元 敗頭是楊志龍 進場人數是3114人 這場陳文潔也達成了生涯第100場得分 台南球場呢 第2100是道理成功呢 是由許季弘在四局上半達成的 好 對統一的三連戰 說好的楊頭左右護法保底兩勝 上禮拜真的不知道保去哪裡咧 但是老實說後 德寶拉這場真的投得很辛苦 那問天的原因呢 真的是隊友的打擊緣護率 急著寶拉休息去了嗎 那這場比賽呢 我們比數一直小比分領先的僵持 反而不是好事 德寶拉一路撐到八局不敢下場 最後被追平只能無關勝負追場 不過這場呢算是有壓制統一打擊啦 有點討回上禮拜對戰勢力的面子喔 上一場呢連續兩局 兩出局後解決不了打者 被打安打掉分的情況就改善了 不過連兩周都沒贏 我想他可能覺得心情上更累吧 那打擊部分呢 什麼杜嘉明先發打DH的安排 其實沒什麼好批評的啦 對戰江成葉這場比賽之前呢 就是對戰打得好才會上啊 而且這場打得不好的不是只有他耶 中心打者持續熄火 整場攻擊呢也是有六個半局 是三上三下的出局如風 那土頭呢又再度封鎖我們 不過仔細看的話 還是可以怪一點球運啊 第六局威城跟文傑呢 都有被美技守備處理要的球 打擊也是會問天的喔 好九局高一局的失誤就真的太傷了 關鍵的上壘造成群勢緊張 也正常盡力了 林靜凱致命一擊再見 那訴求收場啦 隔天三連戰第二場是禮拜四在台南 0比7中心兄弟落敗 那戰場MVP呢是拿下勝頭的胡志偉 敗頭呢則是泰迪承擔 進場人數是3258人 好這場比賽中心兄弟賽後是三連敗 王威城生涯第700安是九上打獅子前完成 那唯一的亮點呢就是陳柏豪 他標出了生涯最快的153球數 那項民們就問 頭一場休十天球數還不吹嗎 說到上禮拜先發投手的論天齁 這場的泰迪更是慘 要問到壞太空去了吧 那也是上禮拜我看的最無力的一場比賽 不過這場泰迪投的也不是很好啦 二三局的調分都跟自己的抱頭有關 那我覺得這場統一打者對他真的是有策略的在攻擊訴求 也掌握到了石頭球 第四局呢又看到一些改變 改抓泰迪的變化球往反方向的打也受到功效 這局還好是讓昆宇抓到一個雙殺手臂沒有掉分 可是 拔得到第七局呢 手臂失誤就中下了訴求的結果 眼鏡凱的二連安打也打退了泰迪 廖宇宗上來接地投球 這也是他兩週以來的第五場出賽了 結果就局勢不妙啦 自己先一個接球失誤 統一再連續安打這局打了五分大局 勝負敵定 那其實這場呢根本也不用大局 一分就夠贏球了 我們打金場爛到整隊一起垂直降落 胡志偉大聯盟級的投球表現 三陣不用多 我就讓你打不好就好 有五個半局三上三下 全隊整場兩支三打跟兩個保送 沒了就這樣 太無力了吧 那唯一比較有公式的一局是在第四局 首棒保送上來 中間打著幾個強勁的擊球 所以奇怪耶 統一外野轉來轉去就是接得到 好吧 那這場就趕快快轉跳過吧 三連戰最後場是在禮拜五 這場比賽就有10比1中心兄弟獲勝啦 那單場MVP的部分 就是拿下勝頭的吳哲元 敗頭由古林瑞陽承擔 進場人數呢是4036人 那這場我們就終止三連敗了 對死5400分的打點也達成 王衛城也完成了生涯200分打點 江貫瑜打完這場呢 有連續9場上雷囉 高宇傑生涯呢 首支的場內全雷打 也是中心對死的第12支 好 上禮拜呢 三連戰最後一場 上週也是唯一的一勝 好 哲元請讓我再對你拍手叫好一次 不管有沒有顯赫的旅外或是國手之力 你真的是連兩週投出的救世組的表現喔 這場控球呢也是準的不要不要的 前一場胡志偉三針不要多跟你打不好就好 那這場吳哲元說 我也投出大聯盟級的身手啊 好啦 現在有兩場先發的好表現了 我也不要一直捧他捧高高的 真的就是保持平常心 發揮實力 哲元加油喔 那直接先講這禮拜的好像用投手 不給他連裝還說得過去嗎 好 這場呢 對上古林基本上也算是有報了上禮拜的一見之中 不過一開始前四局局局有攻勢 一度也是屢攻不下 那第五局發生的事情呢 我們也不需要說什麼隱晦的話啦 純粹就是古林自己軟手抱船給了我們機會 加上安打以及許激勇的補刀全壘打 張智豪小上加一再下一分 九局再把之前打不好的楊夢元打爆 那今天這對統一好朋友倒是同場失場囉 最後14次安打加上對方五次失誤 不贏也難啊 那九局我們手背上也出現兩次失誤 也是需要再檢討的地方 上禮拜打完這四場後呢已經場場都有失誤囉 那當週最後一場比賽會怎麼樣呢 就請繼續再停下去吧 最後一場5月21號的禮拜六在天母對戰衛拳 那六比七中心兄弟落敗啦 單場MVP的部分是林智聖 聖頭是趙錦龍 敗頭是向魔力 進場人數6066人 那王衛城連續14場的安打也持續中 那昆宇打完這場呢連續10場上壘 好禮拜六這一場呢做客天母 結果還是當不了奧給 有始有終頭尾各輸一場給衛拳 欸兩場內容還真的有點相似耶 我們都先得分 但是很快就還回去領先優勢 到了後半段呢 先把投手被突破後換上中繼止不住血 比分大幅度落後最後攻擊又可以拉尾盤 但是又拿不到海底機 一分輸球郭貼再持一份 3S仰投呢最後幫向魔力出場 原本渴望至少可以再拿一勝吧 但結果就是前面減速的 向魔力投到第七局 兩隻安打 兩隻長打包含最後他前隊友龍德利的致命一擊 而被打退場 那吳俊文前進場有點回聲 結果這場接手投球又自爆 連續四個壞球保送第一個打者就算了 為了投進去呢後面又連續被三隻安打打暈 這場衛拳攻下了五分大局看似順利喔 不過我們下一局的反攻還是蠻有力道的 保送跟失誤呢也是給了我們機會啦 面對投手羅國華蠻烈的情況下 詹子嫻終於敲出了今年的手轟 還是發滿罐炮 子嫻硬啦你可以的啊 全力打的感覺要抓緊啊 可惜最後呢沒人在武朵手上逆轉 這場呢又是被幾個土頭封鎖的一場 包含先發的林子玉、趙景龍、龍王王維中等 那趙景龍單週拿我們兩勝耶 我們真的是常常在送幸福給新秀喔 好結算這一週呢是一勝失敗 那戰績盤名也暫時落到第四名了 上週領先者樂天呢跟我們一樣也是失智打不好 既然還被幫幫很少 那這情況之下呢前四名的勝差也縮小啦 那我們打完上半季一半的賽程囉 很意外的對衛權真是吃力不討好 對戰劣勢明顯 而且相對於其他隊受到疫情上的影響 中信兄弟影響人數是相對少的 可是卻沒有反應在戰績上 所以真是希望球員還是要再加油往前進啊 欸對了前一場沒有最後沒有提到喔 我們還是有走背失誤的情形 上週聯武場都有失誤 走背率呢也大幅下修到了0.981 雖然還是聯盟最高啦 可是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警訊 還有我們到底成功次數也是全聯盟最少的12次 速度戰也沒有發揮出來 雙殺打89次聯盟第二多 在在都是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就看選手教練有沒有對策去改善呢 那整體投球表現呢 因為我們牛崩投手持續狀況不佳 三陽投cover不了沒辦法完全主宰勝利 好啦沒關係啦 下週可以來個不一樣的安排 就來討論一下球隊還可以怎麼樣更好喔 那賽城預報部分呢 結束地獄課場就要開始兩週的主場囉 首先這禮拜二三疑失好山好水台東出戰樂天 那對手近況也不是頂好 是個拉近勝差的機會 六日回到週季富邦跟衛泉再打一場 真的要加油啦 那霹雷兄弟前導片羊將主視覺真的是很帥啦 但是一輪子可能只會看到項魔力出來大殺四方 那其他本土重將就來展翰將服妖龍吧 再來關心天氣以下 看起來上半週雖然有封面降雨的隱憂 對於台東應該是沒有什麼影響啦 將近等好久啦 真的有福了 我也好想去台東看球喔 而且本隊出身台東的球員不少喔 齊哲 虎王 俞謙 智蓉 黃紅毅等年輕土頭 打者林吳敬偉 張勝豪 還有今年蠻多機會的王正順啊 跟李勝玉都是台東子弟 更不用說有台東楊家協同的張志豪喔 大家都加油啦 最後的最後呢來關心一下傷兵的狀況 陳文傑在上週十九號賽後因為手臂的撲接呢 導致肩膀不舒服 那林蘇宜頂替上來幾場的先發 後面就看陳子豪確診復原或回歸的狀況了 找了一部確診的旅願期呢 已經回到球隊 就希望身體狀況能夠持續保持好 繼續為球隊努力囉 好那本週就先到這邊了 下禮拜再見囉 按下 詞文字幕志豪 曲旁 文字幕志豪熱揮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